大家好,今天是你们的好朋友评测员小镇 至于评测什么,你们应该知道的就是酸奶疙瘩 没错,我在超市里面买了好多种的酸奶疙瘩 可以给大家给予展示一下 然后呢,我接下来会每个都尝一下 然后说一下它的口感 给大家推荐一下我喜欢吃的口味 所以话不多说,我们开始 先吃这个吧,这包装一个的 我先吃这一个 打开之后,你首先能闻到的就是 一股奶香味,咬一口 它的口感挺干一点 面面的,是越嚼越香的那种 好 这一个 我好像放的有点久了 不知道坏没坏 我还是可以尝一下 闻起来应该是没坏吧 反正酸酸的跟它原来的味道是差不多的 我试一下 应该是没坏吧 有点,好像过于酸 好,我们换下一个 哇,是蛮有点酸的 这也是散光的,但也是独立包装的 是一点酸味都没有的 是那种奶棒 然后有红枣的味道 因为它里面有红枣的颗粒 你看,是红枣 红枣的肉 嗯,这个也不错 它的厚调 有一点点的酸味 它入口没有酸味 而且,它也没有那么干 那么的面状的感觉 它更像是在吃一颗糖 像奶糖一样 它们所有的特点 统一的特点 都是越嚼越浓郁 伊犁特产 奶疙瘩 它写的是奶疙瘩 没有写酸 尝一下这个 嗯,但是还是酸酸的味道 闻起来就能闻到 是一股酸香酸香的味道 感受一下 嗯 哇 这个就一定很健康 嗯,这一款 如果 喜欢重口味一点的 不妨试一试 可能会很喜欢 好了 再吃下一款 这一款 当当当当 奶疙瘩干貌 奶疙瘩 哦 它跟它这个 不公平一课吧 它里面是这样的 也是独立包装的 一个 它是个爱心的样子 爱心的形状 看得出来吗 看出来吗 它是一个爱心的形状 搞一下 就闻一下味道 嗯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味道 但是隐约也能闻到这个奶香味了 我们试一下 哦 入口就很甜 我觉得这是老上街移的一款 这个真的是很不错的 这个 做的要带着的 尝一下 圆圆的 有一种不合的预感 因为它是圆的 跟我刚才吃的那个 这个圆的是一样的圆 嗯 闻起来好像也是有那么一点点关系的 哦 你们听到这个声音了吗 很色 很干 这个 不仅是它的 表情 更是它的长肺 然后 更加的 它上面写的是甜酸味 我们尝一尝 甜酸味的话 我还是能接受的哦 搞一下 因为我看到它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形状啊 也是有点偏圆的 但是还好它是骰子状的 嗯 嗯 嗯 闻起来呢是 浓郁的奶香味 嗯 哦 这款很不错耶 这款没有那么甜 但是呢 它是有甜味在的 而且它的口感 它的 口味的层次比较丰富 它除了甜跟酸之外 它还有一种 香味 嗯 这个真的很不错 就推荐大家 得即开即时 嗯 这款真的不错 嗯 今天的测评就到此为止吧 下次吃什么呢 下次再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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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